4月27日晚,钟丽提上线直播向大家谈鹿先生 诉说自己最近的担忧,直播过程中甚至忍不住崩溃大哭 钟丽提的三段感情在粉丝眼里不算秘密 在前两段失败的婚姻之后,她与小自己11岁的张伦硕结婚 婚后多年却一直没有儿女,如今丈夫张伦硕也已经快40多岁了 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状态,每天都在积极健身 钟丽提在直播间里透露出她的不义 为了保持身材每天吃20多个鸡蛋,担心胆固醇过高也只能吃蛋清 说这件事情时她言语间的心疼不言而喻 但更让人心疼的是,钟丽提在谈及与丈夫的事情时情绪失控崩溃大哭 边哭边说,我知道很多人嘲笑我的婚姻,嘲笑我的穿衣风格,嘲笑我的身材 但是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,不要对我太多要求了 丈夫比自己小很多,年纪大了身材的走样和容貌老去的压力 与丈夫没有孩子,这些言论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段话让不少粉丝心疼起来 最后,也希望她可以调整好心态,不要被那些言论困扰 莫緊在超前的心疼 平均懂了平均 Prayer